大家好,欢迎收看港台娱乐会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众所周知,长相思第一季上映的时候 引起的反响非常之大 当时的热搜上面 几乎全都是和长相思有关的词条 如今时隔一年左右 长相思第二季上映了 有着第一季做铺垫 长相思第二季上映后 热度直接爆了 热搜榜和电视剧榜上 前两名全都是长相思 尾压玫瑰的故事 起初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大伙都是冲着杨子的小妖去的 可当这位1米65的你2号出现后 着实把大伙吸引住了 杨子的小妖依旧发挥稳定 长相思第二季一开始 先是给观众们来了一波回忆杀 在前情提要中 介绍了小妖杨子是从 文小六到号灵王鸡九妖的历程 文小六时期的杨子 身上总会有一种活泼可爱的味道 可当小妖最亲近的哥哥枪璇 对他使用酷刑时 着实把大伙给虐到了 小妖失踪后 枪璇将对他的爱 转移到了阿念身上 当时的他 并未认出文小六就是小妖 而文小六为了帮助向柳 心中生出了一个计策 他们兵分两路 向柳带队对付枪璇 而小六则趁机抓走阿念 可小六不知道的是 他的这个举动 彻底触怒了枪璇 于是枪璇轩公子把小六抓走 关到了一处小黑屋之中 这里除了小六之外 还有两个实施酷刑的人 他们收到了轩的命令 只要不把小六弄死就行 那段时间 小六被折磨得惨不忍睹 而那两个人的手段 也非常残忍 他们在小六的手上 抹了一种石油 当时去闻到石油的味道后 便会爬出来啃食 小六则看着自己的手掌 一点点被蚕食 露出森森白骨 手段残忍至极 让人头皮发麻 而小六怎么也不会想到 对他下次命令的人 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哥哥 除此之外 枪璇带小六回高薪的途中 还打断了小六的腿 当最后两人相认后 那个场景简直把观众虐死了 经历了百年电配之苦后 闻小六终于做回了 号灵王级小妖 第二季正片开始 月色当下 小妖与枪璇坐在大电台 街上唱谈往事 这个场景是多少观众目寐以求的 而成为王级的小妖 简直美呆了 演技 颜值 人设 缺一不可 少了任何一个元素 都演不出这样的效果 本以为躲过了杨子的小妖就行了 谁曾想第二季的女二号出场后 彻底把观众吸引住了 这位1米65的女二号 真可爱 当初小妖失踪后 枪璇便将所有的爱 都转移到了阿念身上 而且除了枪璇哥哥以外 父王 长兄 爷爷等人 全都把爱相加于她 如今小妖回来后 阿念又多了一个宠她的姐姐 可以说阿念一生 都是泡在蜜罐中长大的 在这种环境里成长 让阿念养成了敢爱敢恨 灵动活泼的心灵气质 阿念无论在谁的面前 都是一副乖巧可爱的模样 当她看见枪璇哥哥时 立马忍不住上前撒娇了起来 而戴露娃的饰演 让阿念这个角色看起来一点都不腻 反而非常自然 戴露娃着实太可爱了 可能是因为多了一个姐姐的缘故 第二季中的阿念更加天真无邪了 每当她说话的时候 总会感觉到阿念的眼里 好似有星光一样 闪闪发光 纯洁无瑕 天真可爱 当她跟小妖姐姐在一起时 那幅画面可真扬眼 尤其是当小妖说出那句 谁叫我姐姐我就帮谁时 简直把观众看得心都化了 而阿念听到小妖这么说 也是立马反应了过来 接连叫了好几声姐姐 姐姐 姐姐 搭配上撒娇的语气 戴露娃饰演的阿念真是太可爱了 这几声姐姐叫的观众骨头都酥了 一边摇头 一边拉着小妖的手 一边撒娇喊着姐姐 咱就是说 阿念这一出手 谁能顶得住 可当两人听见枪弦要那飞时 两人彻底不淡定了 就他们这俩同时变换的眼神 要说你俩不喜欢枪弦哥哥 估计没人会信 小妖听见枪弦要那飞时 表现还稍好一些 毕竟她可是经历了百年颠沛之苦的王级 儿子又就受尽宠爱的阿念却不一样 她感觉天都快滩了 从她的眼神中就能感觉出来 枪弦此举也并非是真的那飞 身为一国之主 她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避免兵哥 可小妖话虽如此 心里不难过 那肯定是假的 不过表面上 小妖并未表现出来 然而心思单纯的阿念可就不一样 她为此是伤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脸上天真活泼的笑容不见了 跟姐姐俩人一起戒酒消愁 心里的那点心思全都写在脸上 为此自己把自己灌了个鸣顶大醉 看到爷爷过来 阿念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表示喜欢枪弦哥哥 并且还说想要嫁给他 阿念真的非常直接 敢爱敢恨 心思是一点也不藏着爷着 眼眶里微微泛着泪光 撅着嘴巴请求爷爷的样子 简直看得观众心都碎了 而爷爷听他这么说 心中自然很是心痛 可爷爷还是强忍着泪水没有掉下来 看着阿念心痛的样子 爷爷自然也很心疼 无奈之下 爷爷答应了阿念的请求 为此 阿念非常高兴 脸上立马又恢复了天真的笑容 咱就是说 这小脸变化的速度可真快 完全不亚于翻书了 不过不得不说 戴露娃饰演的阿念可真的太棒了 无时无刻 阿念的眼里都充满了星光 眼睛笑成月牙状 这模样简直太可爱了 咱就是说 就戴露娃饰演的阿念 估计没有观众不喜活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长相思》这部电视剧 戴露娃在人不飙悍 网少年中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剧中她所饰演的角色名为黄灯灯 人物设定是一位阳光开朗的高中女孩 戴露娃以其独特的青春活力 和精湛的演技 确实将角色演绎的栩栩如生 仿佛角色本身就从剧本中跃然而出 充满了生命力 她的表演不仅让观众看到了 角色的外在形象 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这样的表演无疑是成功的 而说到冷知时 关于戴露娃其实是一位 土生土长的东北姑娘 这一点确实让人有些意外 在我们的印象中 东北姑娘往往已豪爽 直率著称 而戴露娃在荧幕上展现出的青春 甜美形象 与她东北姑娘的背景 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反差 但这也恰恰证明了戴露娃 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可塑性 她能够跨越地域文化的界限 将不同类型的角色演绎得自然而生动 此外 这种背景信息也让戴露娃的形象 更加立体和饱满 我们了解到 她不仅有着东北人的坚韧和直率 还有着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和执着 这种双重性格的交融 使得她在演绎道路上 能够不断突破自我 挑战更多元化的角色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戴露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才华 在演艺界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她的成功不仅来自于她的天赋和努力 更来自于她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和坚持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 对此 大伙儿有啥享受的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